二二八事件已经66周年了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与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合伴 功与义的坚持 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员受难者南部巡回特展 台北市长郝龙斌专程南下 与台南市长赖清德共同主持展览开幕 当年部分受难家属也出席今天的开幕仪式 在优美的台湾歌谣雨月花 小提琴演奏歌声中功与义的坚持 二二八事件司法人员受难者南部巡回特展 在台南无员工会堂揭开序幕 我们可以完容但是不能忘记 可以完容最主要是你要投放这个疼 这个疼痛也只有犯罪到外面 我们希望这一步可以拼命未来 台湾发行律师的事件 邀请他们来做这些特展 把这个历史的真相呈现出来的时候 他们虽然在受到一次的折磨跟煎熬 可是把他们的苦痛跟痛苦难过 化为对社会对未来愿景的大爱 纪念二二八六十六周年 台北市长郝龙斌专程南下 与台南市长外清德共同出席主持展览开幕 展览以二二八事件中 司法界受难者为主希望启迪台湾社会人权观念 以及走向民主的基础 我们就要标示这个在地的情形 我们特别在台南做一个南部的顺序 二八事件受害的时候是二岁八个月 受难检察官王玉玲的大公子王赫雄 把天安门事件与二八事件做比较 认为都是当时政府杀害一位真自由民主无辜的青年 历史会重演 不信天安门事件在北京重演 你我应该怎么样避免二二八事件 天安门事件的再发生 你我都有很大的责任 与回来宾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二二八历史教训 也希望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 新唐人两个电视纸禁望 台湾台南采访报导